詞・編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網上的弟兄姊妹朋友早晨 很開心 因為昨天我們打了針 昨天回來後好像有點失落 誰知道後來 神給我們有幾個小時 可以展開我們的YarkSales 結果都是很理想的 我相信這些都是神額外給我們的恩典 昨天應該是落100%的雨 但是神給我們兩小時 你說多開心 昨天我們很多回來的 都經歷了不可以說神跡的 又不是奇跡 總之是一個恩典 所以我們很感謝神 今天是6月30日 就是今年剛過了一半 剛剛好 明天是7月1日 其實我來了重主已經有兩年多了 其實我都慢慢熟悉你們了 我都知道不少的弟兄姊妹都進入了人生的下半場 有些現在正在打 有些剛剛下場 有些準備下場 是否要打得很漂亮地完成呢 我們今天就看看 今天我們分享的就是《蝦該書》 講到由大秘魯回歸,重建聖殿 剛剛打好了根基之後 工程就完成了一半,就停下來 究竟聖殿後來的一半有沒有完成呢? 最終的結果是怎樣呢? 我們希望透過今天的經文 啟發一下我們 怎樣在我們的人生下半場做得出色,好嗎? 我們一起低頭禱告 建立我們的主,你是我們的生命計劃者 求主幫助我們接下來的日子 可以活得更精彩,更合理的心意 禱告奉靠救主耶穌聖明的祈求,阿門 我們先回顧一下一些歷史 由大忘了國之後,秘魯去到巴比倫 在主前五、三、九年 巴比倫又被波斯古列王打敗了 不過波斯國對待那些異族 即是打敗,被抓了他們回來的那些 老了回來的那些異族 他是很仁慈的,不同於巴比倫 他是總許這些民族回到自己的國土 那裡,重建他們原本的宗教 那麼波斯王准起猶太,回國 不單止 還被他們帶回以前在聖殿 搶了回來的那些 宗教裡面的金銀器皿 那些東西,被他們帶回去 同時承諾提供他們重建的經費 那麼回歸那些猶太人當中 有省長所羅巴伯和大祭司若書牙 帶領一班的漁民回歸耶路撒冷 將原本倒的聖殿 重新打回根基 打回根基才能建上去 可惜受到一連串的難阻 困難地來到,一直停工 多年之後,神警派先知 祂也被避老了 祂就警派他 呼召他 讓他回到耶路撒冷 讓他勸勉那裡的人 激勵那些猶太人 勸勉他們 重整生命 為什麼呢? 我們有主與我們同行 我們要專心尋求 仰望神的應許 這個就是 先知一連串 給猶太人的信息 復興他們 去見面 那個未見好的聖殿 當人信了主之後 其實開始的時候 大部分基督徒都很積極 將神放在首位 我記得初遜傳的時候很積極 一點點的時間 一點點的心思 都放在教會那裡 很積極 就好像回歸那些猶太人 你想想他多大決心 放棄了巴比倫那裡穩定的生活 紅心勃勃地回到耶路撒冷 重建聖殿 不簡單的 不過人總是有軟弱的 當時間一長 或者遇到困難的時候 就慢慢動搖 他們覺得自己都顧不上 還怎顧神的事 當猶太人折二連三 受到打擊的時候 他就把神的工作放下 先做好自己的事 當時猶太人 先受到波斯王下令 不准再起聖殿 為什麼呢? 初初就說準的 原來在這段時間 可能發生在阿哈徐老王的時候 遠征去埃及 就由他的弟弟阿達斯西王執政 收到當時 河西總督的上咒 上咒什麼? 他說 我懷疑這些猶太人造反 所以 王就殺停了工程 加上在當地 在耶路撒亞附近 周邊的薩瑪利亞人 的蘭佐 以及當地人的干擾 這些外賓人 一起聯合起來 對抗猶太人 令到重建聖殿 半途而廢 相隔了十六年 神就差派先知 哈蓋激勵猶太人 傳達復興的信息 恢復重建聖殿的工作 很美好的 可惜猶太人 心態當時都沒有預備好 他們怎麼說 他說 這百姓說 建造耶和華的殿 時候尚未到 為什麼猶太人當時有這種心態呢? 聖殿停了十幾年 時候還未到? 不過很難怪他們 當時的環境 真是不容易 不趕的時間是先等下 時候未到的嘛 時候未到 在我們來說 我們基督徒 聽起來都很熟靈 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用一些熟靈的說話 跟別人說 對不起 我沒有感動 這件事 我沒有負擔 遲些先 時候不是最適合的 現在 我真的有些事 或者可能其他人做 會更加合神心意 其實這些藉口 我們真的 每個人都用過 對吧? 其實想真 有沒有可能是我們 不想動 怕麻煩 覺得神有神的時間 多我一個不多 對吧? 不過想回頭 如果信徒的靈性 愛心真的漸漸冷卻的時候 就會對熟悉的事 或者自己喜歡的事 緊張很多 反應快很多 可以 馬上 沒有問題 大家就一下時間 雖然百姓認為時候沒到 但是先知蝦該對猶太人指出 《者殿仍然荒涼,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 表明当时的百姓希望自己住得舒服一点,对吧? 所谓天花板的房屋是什么意思呢? 是指当时的豪华住宅 先知不是认为百姓一定要住破破烂烂的屋 才叫做淑灵,不是 他只不过是间接指出神的电仍然荒涼 没有人理,没有人关心 其实以色列的犹太人不是没有能力为上帝建电的 最重要的原因,讲白点,是他们没有心 因为已经放了大部分的心机在自己的房子上 在这边 疫情之后,我们都时时听到的 哎,整份身家都缩水了 其实现在百物腾贵 你们自己问心,想想 其实我们的生活质素 有没有因此大幅度降低呢? 没有啊,是不是? 而且近年呢 旅行啊,邮轮啊,的安排很频密的 今天的教会 其实很多都是经济缺乏 如果撇开大教会来说 如果撇开大教会来说 其实很多都是人数寥寥可数 这些情况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信徒 从建神的家的时候到了 先知犹太人自省 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唯有我们自己真是想想想想想 才知明白那个问题在哪里 当人我们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 而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即是先搞定自己的需要 在我们的生命、生活中间 其实神还有多少空间让祂移动呢? 我们要先搞定自己的事情,对不对? 所以先知提醒犹太人 采取行动了 神的工作不能迟、不能等 也不能假寿于人 一定要自己做 否则神的惩罚就来到 在我们读过的之前的一章 有他这样说 他说你杀的总多、收的少 神的惩罚就来到 今天的战火灾难、疫情 经常都在我们身边听到、看到 感受到、经历过 我们反思一下 为何神经常容许这些事情发生 还容许得这么频密呢? 究竟我们信徒 有没有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其实呢 从建圣殿 圣殿对犹太人来说 不单只是一座建筑物 而且是一个信仰的中心 很重要 正如我们教会 很重要 不仅是建筑物的关系 不过你觉得上帝会在意 拆毁了一个圣殿 被拆毁了吗? 我不觉得 我不觉得神很紧张 这座建筑物 你想想这个世界上 有哪一座建筑物 可以永远存留 是吗? 美国人过去 一直将纽约两栋百多层的世贸大厦 视为他们的荣耀 视为他们的地标 有没有想过 短短两个多小时 两座大厦 一声 全部倒下来 大家想想 911之前 谁想到这件事会发生? 根本没可能 根本 参听姐妹 神不是要我们 建造几宏伟的建筑物 教会建筑物 还要怎样分析 其实 祂要我们的实际行动 建立祂自己的家 成就在每一个人生命中的计划 这才是神最终的目的 先知 对犹太人的提醒 同样今天也是对每一个信徒的提醒 生活在教会这么多年 我其实很相信 很多大兄姊妹 都曾经为教会的发展 建造出过很多力 虽然教会 这么多年都起起跌跌 对吧? 但是这些中心的信徒 仍然都与教会 共度时间 就好像回归那些犹太人 其实他们的父辈 曾经都见过 那个从前 那个未倒的那个圣殿的辉煌 他们没见过的 他们新一代 但是他们都甘心乐意 回归去重建 对他们自己的信仰 尽上一些力量 不过日子久了 习以为常 个人整整一下 就安顿好自己的需要 其实我们也是 我们都习惯了 教会的崇拜模式 事工安排 就是了 很多东西 我们其实回了教会这么多年 很多东西都很熟悉 在我们很忙的生活里面 慢慢就将家庭 工作 朋友 娱乐 全部这些东西放在手里 很多东西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是吧? 我回来教会就崇拜了 回来教会就是什么 是吧? 很多理所当然的了 已经 人生的优先次序 究竟是忘自己的家 还是忘神的家? 主耶稣说 岂不知我应当 以我父的事为念 七日顶姊妹 人生的变化会突然来到 我们其实真的很多时候觉得 出门口上车 怎样怎样 好自然 去朋友聚会 还能休息 还能休息 空气 出去 虽然说很多枪 枪击抢车 但是始终我们都觉得安全的环境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 其实都是我们的常态 我们生活的常态 有什么特别? 是吧? 不过当我们经历过疫情 你想想一下 甚至现在有些地方 经历了多少战火 天灾 看新闻日日都不间断 其实我们都要想一下 原来一夜之间很多事情 都不是必然 神的管教会突然间临到 我们有没有把握在世的日子 为神做更多有意思的事 当古裂死之后 准备犹太人回国 从建圣殿那个 波斯其实出现了一段乱的时间 直到大利乌王重执政权之后 就平息了 就将从前从建圣殿的禁令 撤销了 先知哈哥在那时就蒙召 回到去 大力鼓吹从建圣殿这个工程 勉励犹太人服供 他怎么说? 耶和华的话 临到先知哈哥说 你要晓誉犹大省长 撒拉铁的儿子 所罗巴伯和若撒答的儿子 大祭司若书雅 所罗巴伯是当时的政治领袖 若书雅是宗教领袖 他们是从建圣殿的重要人物 每一个事工 没有一样要策划的东西 领袖不可少 我们看重做领袖的自己的身份 神都看重领袖 自己如果担当领袖的纲位 更加要看重自己的身份 因为可以带头的作用 自己都不看重 那不要做了 看重自己的身份 看重而已 不是看高 看得很高 不是,是看重 然后 他说 圣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 他们神的话 先知哈哥奉耶和华 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 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敬畏的心 全敬畏的心 百姓听从先知的话 尊重神的伯仁 因为他们明白 听从属灵领袖的话 就是等于听从神的话 对吧 神会走下来站在这里 和大家说话 当然是透过一些人 去和你们说话 尊重神的伯仁 就是尊重神 可能你未必认同领袖的东西 未必100%认同他 未必觉得他好 或者觉得他不好 但仍然要尊重 为什么 他是那个位的 他有那个位分的 明白吗 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心 如果你没有这个心 不尊重领袖的时候 觉得做事又不对 做事又不妥当 说句话都不凌聋 那他做什么 你在这个心底里 你不尊重他的事 我们的教会 就变成了一个 无目仰的群体 所有的羊仔都是自己做事 那就不是很健康 所以 尊重领袖 尊重神差派的人 使用的人 就是尊重神 那为什么要百姓跟随呢 百姓的跟随是非常重要 因为是多数 好嘛 每一个的事工 不是单靠一两个人可以做一道 一定要全体同心 百姓不单止听神的说话 他们还对神全敬畏的心 敬畏神的人有些特点 他不会单单想着自己做什么 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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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的 他不会是 这个特点 一定不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 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他会想 他会计划 不过不仅是那样 他也不会渴望自己所做的事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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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的 因为基督徒 我们不单单是 俗圣经 奉献 这就是叫做敬畏神 我们是要用敬畏的态度去过我们的生活 看重与神的关系 不是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也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 我虽然说是比较重 但是我们真的要对自己严谨 对自己严谨 不是我们跟未信主的人有什么分别 对不对 犹太人之前的失败 其实他们不多不少都失了信心 加上当时的政治环境不是很稳定 对人的动 就是那个动 那些 集击都没有什么把握去抵挡 不过是这个时候 先知透过先知 先知 向他们保证 先知其华 先知其华 神向他们保证 我与你们同在 这是万君之耶华说的 就成为犹太人的激励 耶和华激励 犹大的散长 薩拉铁的儿子 所罗巴伯和约达的儿子 以大祭司若书雅 並聖下之百姓的心 他們就來到萬軍的爺華面前 去動工 繼續為神的殿去做工 神的激動人心 激動人心 都會從領袖那裡開始 直到所有百姓被激動 激動的意思就是 醒了 醒了 當全體會眾都醒了 即極起來行走的時候 還有兩件事要留意 哪兩件事 就是千萬不要去比較 不要去怕 為什麼呢 人時喜歡的人喜歡比較 不知為什麼 有時是和自己比較 和人比較 現在和過去比較 我不管你比較什麼 人最怕輸 最怕金飛色比 如果不及以前 就覺得是失敗 重建聖殿的猶太人 都會用重前和現在來做比較 因為他們的父輩 父輩和爺爺 曾經見過所羅無王的聖殿 很輝煌 今天回去重建聖殿 看見立的根基 不及經營大 又寒酸 有時候 過去的經歷 可能都會成為我們今天的半腳石 有時候 猶太人千里少少 長途拔舌 放棄安逸的生活 去到荒廢的耶路撒冷 起初他們 立定心智重建聖殿 想著多辛苦都沒有關係 多困難 我們都熬得過 有這麼大班人 大家互相勉勵 但去到達電跟機的時候 看見眼前的光景 跟之前自己期待的 好像差很遠 原來義無反顧地擺上 換來只不過是這樣 他們的失落 他們的灰心 我們可想而知 今天我們都會比較 想起以前 現在的人數 好像比以前少很多 或者去其他教會 其他教會的發展速度很快 突然說香港人都來了一、二百 真是 多過我們教會 只是身家那些都 那些高端設備 簡直沒得比 像是二百 有時候的原因都帶給我 有些失望 很多藉口 既然都做得 沒有以前那麼好 或者怎麼做都沒有那麼好 做不做都差不多了 反正都沒有什麼突破 如果時時是這樣想的時候 成為我們主導的想法的時候 這個想法就是錯了 不要將現在和過去比較 神在不同的時期都有不同的心意 即使同一件事 在不同的日子 出來的結果都是不會一樣的 我們不要留戀過去的行為 過去神在這裡的作為 因為今天神仍然有祂自己的作為 如果我們想想自己 如果我們今天還有心有力去為神工作 就是一個恩典 因為有主與我們同在 是不是 我們還有心有力去自奉 況且做神的事 不用一個人承擔了 又或者自己一個人獨自面對 不用的 因為我們有主與我們同工 還有弟兄姊妹和我們同心同行 親愛弟兄姊妹 我們不需要被人做得好 我們不需要被以前做得好 只要我們盡心盡盡力去愛主所愛的 做主所做的 就足夠 就足夠 除了不要跟別人比較 還要不要怕 剛才經文說不要懼怕 所羅巴伯雖然如此 你當剛強 若薩達的兒子 大祭司若書雅 你也當剛強 這地的百姓 你們都當剛強作供 我的靈住在你們中間 你不要懼怕 短短兩節經文說了三節 當剛強 一次不要懼怕 做領袖的 時時都需要人鼓勵 因為做領袖 一定要給其他人剛強 所以剛才經文 講完所羅巴伯 就講若薩雅 逐個逐個講 領袖一定要給其他人剛強 如果不剛強 稍為被人質疑一下 跟你說 你來了這間教會很短時間 甚麼都不知道 你不要出那麼多聲 或者用一些言語 去指出自己的感受 跟領袖說 你聽話又不清楚 說話又幫不了人 又激怒人 始終要領袖說的事情 做的事情 都要迎合自己的心意 你這些動作 行為 說話 其實都是在打擊領袖的信心 我下次可否出聲 我下次跟這個人說話 我應該怎麼說 才舒服呢 我才聽得清楚 才能答得他準 領袖的心意會被動言 領袖的心被動搖 就會動搖全體的會眾 當大多數的人都被動搖 事情就等於失敗了一半 你入加南的十二探子 最明顯的這個例子 是嗎 我們讀過 是嗎 所以神要先 剛強領袖 再帶領猶太人全體剛強 不要懼怕 才這麼說 已經有神同在了 既然有神同在 猶太人還怕什麼呢 怕聖殿見不成 怕敵人來搞妖 怕不夠經費 其實當人進入下半場的時候 人生下半場 都有很多事情怕 怕健康有變 怕與家人關係疏離 怕收入減少 生活質素受影響 怕自己做很多事情力不從心 或者怕別人覺得自己做得不好 很多事情很多事情怕 當怕那些事殺到埋身的時候 我們很可能會很擔心 作出讓步 甚至退縮 不要搞了 多事不如小事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失去經歷神的機會 因為每次的考驗 都增加我們對神的信心 去預備面對 接下來各樣的危機和挑戰 我們想一想 我們現在人生下半場 挑戰 我敢膽說一句 挑戰困難 必定會越來越多 不會像年輕的時候 那樣越來越少 一定會越來越多 如果我們自己都沒有這個信心 去經歷這個考驗 我們將來怎樣面對 當猶太人突破了懼怕之後 立刻一起齊心上山 去取木材去建造聖殿 其實今天主要我們為教會 預備一些建造的材料 今天教會的建造材料是什麼 不外乎幾樣 財力 人力 和動力 其中財力大家都知道 我們一定要按神的吩咐 操練我們十分之一的奉獻 因為教會的運作 外展的事工 各樣都需要金錢的支持 也是我們成為信徒 一個還福音的債 最基本的一個要求 除了財力 還有人力 教會的發展 人力很重要 信徒一定要有個心志 出來侍奉 獻出一分力 但是不是在教會 指指點點 因為自己想的東西比較細緻 指指點點 出口不出來 這樣就很麻煩 如果每個人都積極參與教會的事工 教會必然興奉 怎樣支持 除了出席支持教會的聚會 還要投身事工 譬如我們參與主日學 就可以考慮做主日學老師 只是練習的 我相信都不久就做主日學老師了 正經真的老實說都還沒看完 不知怎樣 又說查福音書 自己都差不多要人教 每一個階段你都可以學習 如果你參加崇拜 考慮做師班員 音響 考慮很多崗位 你有心就不怕遲 參加團契崗位就更多 參加外展事工 不用說了 有很多機會 昨天Yark Sales 很多大兄姊妹回來 同心協力 主就在我們的當中 與我們同行 與我們同工 成就了很美好的一天 其實來到教會 我們給人一個很真誠的笑容 很掛念你 你過個禮拜 一些問候 這份是我們對教會的投入 就是一種強而有力 參與建造教會的一種材料 一個好材料 個個回來 自己這樣 只認識到那兩個熟的才這樣 那時候 教會就很疏離 教會是一個群體 還說是一個愛的群體 個個都有關係 是一個笑容 一個問候 其實是一個建造 令到我們教會更加有活力的 一些好的材料 除了財力 人力 教會更加不能夠缺乏 什麼 將人帶回來教會的動力 當然是 教會的景色很漂亮 原來所有活動 都是為了四棟牆裡面的弟兄姊妹 那我們怎樣履行大使命 每個基督徒都要為上帝的家 發揮動力 為擴展神的角度尋找未得之文 我們不要掛個 常常在口術標 時候未到 或者慣性對教會的事 莫不艱深 不關我的事 大幫人做 不是我的飯 不要 飯飯也是你的飯 因為教會是你的家 你家裡的東西 你不懂得通室所 你都會去通的 不是你的飯 你又不是水牛腦 為甚麼要做 你的家 是不是 所以弟兄姊妹 人生的下半場 我們為主的 做事的時間已經不多 我們馬上獻上 財力 人力 動力 建立主的家 主的教會 最後那一點 我們要仰望神的應許 我必震動萬國 萬國的珍寶必運到來 我們今天強調的 不是只局限於教會的建築物 萬國被震動 是指神的選民 現在世界各地 信徒最窄去敬拜神 就是神的教會 不斷擴展延續的一個表徵 這段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 這地方我必賜平安 我們建造神的家 首先要忘記背後 努力面前向著標桿直跑 猶太人起初做建築的時候 是沒有平安的 後來停工了 後來再重頭起來的時候 事實證明了 不單只得到平安 而且一切順利 四年之後 大功告成 神的應許一定不會落空 很多時候我們不覺得自己會變 不見了 這麼大不幾 都沒有做開的 覺得很難 今天的經文說 神必定會在每個世代 繼續在祂的工作上 繼續去進行 自己神不會停止的 我們的教會同樣在這個應許當中 既然神的工作不會停止 我們的教會的工作 都是神的工作的一部分 我們的教會都是在這個應許當中 所以我們每個信徒 不要小看自己 小看自己 忽略了自己的責任 錯過了參加和神同工的機會 我們忠心獻上自己的部分 所做的一切 一定不會徒然 幾世命 我那天只收拾了那張紙 這樣也做了事 已經做了 幾世的事都不會徒然 幾世的事都不會白費 因為神家的榮耀必定大過從前 而且我們是有份於這個榮耀 這個應許的計劃當中 我們自己也有份 我們不是局外人 我們在當中 我們不是局外人 不過很多人覺得 重建生命工程 現在我這個年紀 重建生命工程 還有甚麼作為 現在都步入人生下半場了 一切都停定局了 有甚麼作為 我們要相信 我們要相信 每一位信徒 在任何人生階段 都具有一個永恆的價值 只要你是信徒 你的生命價值 已經是一個永恆的價值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做了一個秘譽 你們也可能很熟悉 他說我們信徒是以上帝同工的 建造房屋 要用甚麼材料 有人用金銀寶石去建造 有人用草木和街去建造 後來會有火來試驗各人的工程 用金銀寶石去建造的 就會傳流下來 用草木和街建造的 就會被燒得一乾二淨 求神幫助我們 不要將生命 只是投放在 會毀壞在世界上很多的事物上面 用我們生命上的金銀寶石 去建造永恆的工程 將生命中最好的奉獻給神 包括我們的時間 我們的心智 只要我們仍然有生命氣息 就還有機會去建造 不撈壞的生命工程 當我們重新 將人生的優先次序 擺回 調教回正確 關心神所關心的 仰望神的應許 我們一定會走上更蒙福的道路 親愛弟兄姐妹 今天我們一起回應神的交託 讓我的人生下半場打得更精彩 我剛才在說的時候 我突然想起 有一天跟一個弟兄聊天 我就說 現在很多弟兄姐妹跟我說 教會過了十年 教會也不知道怎麼辦 現在還在做甚麼 我這樣跟他分享 那個弟兄給我一個很好的回應 他說我們做神的事 為甚麼要看年齡 就是了 人生的下半場算是甚麼 我們仍然有生命氣息 這個弟兄真的答得好 我們為教會做那麼多 那些好像別人的年輕教會做的事 為甚麼 我們現在都要休息了 不是 我們仍然有能力 仍然有氣息 仍然有動力 答得好 我們去建立教會 為教會增加活力 為甚麼要講年齡 是吧 我們一起低頭討告 親愛主 親愛神 我們現在正值人生 一個特殊的階段 無論知識、經驗都很豐富 而且我們更有力量 求你使用我們 好好把握 如下的光陰 為你作光作炎 成就你自己的美意 成就你在我們身上的計劃 我們以上的討告 是奉靠救主耶穌聖命的祈求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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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門